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周慕之小姐 她是一名心理諮商师 这是你写的第四本书 看起来非常的另类 叫大家不要太过度认真 而真实的状况 在我们生活周遭应该有非常多的人 因为从小到大都有非常强烈的被要求 要卓越成绩要好 不能写错字 不能考不没有一百分 所以这个角度上来讲 自我要求也好 或者是学校老师家长要求 不知不觉我们自己好像都有一个那种惯性 一定要做到 对过度努力或过度要求 这个看来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对不对 而且大家会觉得说 其实看这个标题 我的标题常常就是书还没看就会被骂 像之前他们都说你应该 因为我写的你是女字的你 所以男生就很多人来留言说 我们男生也有很多应该 然后我这一次讲过度努力就有人讲说 意思就是不要努力 过度努力重点不是在努力 重点是在过度 就是当你过度的时候代表着你很害怕的某些事情 你可能想要只是 比如说你为了去追求一些目标 可能那个目标可能不是你自己的 是别人给的 或是你内化成好像我非得这样不可 我没有别的选择它是我的生存策略 或是我为了逃离我的恐惧 我的害怕 我的羞愧感 我的焦虑 于是我就只能用这个方式一直往前进 然后停下来也不行 有点像那个薛西佛斯的那个巨石 就是我每天都一直推 都觉得我一定要推到那边 然后又结束一天 可是我其实没有去感受 这宫中间我真的很辛苦 然后我没有办法在某些时候 我觉得说我今天这好累 我这不想推 不行我一定要到那里 然后我不能停下来说 其实我不推一天不会怎么样 就是它就只是在那边 我可以让自己停下来 有责任感压力反正造成很大的负面效果 对所以 对 那这本书呢 因为我整个看完了 它写得非常的精巧 某种程度都几乎等同在写剧本的方式 在描述它所亲身经历的这些案例 那这些病患呢 它又把它融成八个类型 所以不是八个人 而是八个类型 那么它又这本书呢分成四大段 从一开始介绍这八个类型之后 它又接着去谈 那在沟通的过程中 它是不是有一些某种程度的反抗抗拒 因为你要叫一个这个可能功成名就的医生啊 或者是一个高阶主管 然后自我剖析 那对一个陌生的小女孩能够开始打开自己的自我防卫 然后呢告诉你这个她的原生家庭的问题 最近碰到什么问题 然后去联想 这时候才开始有察觉 然后呢更进一步就开始进行 怎么转化的行动 所以基本上 这个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故事 我一直在想 这要把它编成剧本有多好 而且很好读 你自己这个高中的时候 也是校刊主编对不对 就是应该是校刊社 然后就是比较负责 有时候会帮忙做一些下标啊 或是去拍照片啊 那种就有的就什么东西都插一脚 杂工啦杂工 所以兴趣很广泛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好看的 文笔很简练精进 然后整个让我觉得 这个很意外就是 看的时候有另外一种 我觉得很棒的收获 就是说你会在描述 某一个病人在跟你沟通的时候 那嘴角一扬 某种程度欲言又止 那你就知道 接下来他会要讲一些 他内心什么重大事情要揭露 这个让我觉得 那你们心理智商是还蛮厉害的耶 居然好像可以察言观色到这种程度 所以日常生活这个能力要关掉 那很可怕 对当你的老公可能 你的小孩不得了 就是所以平常日常生活 所以这个功能有点像通灵 有没有 就是真的 就是对你又平常有阴阳眼 你都不关掉 你天天看到你会害怕 我其实我最怕我妈妈了 以前小时候 他就我在讲什么表情 或者还没想 他就说你怎么样了 哇天啊 对对对 对对对 对我们日常生活 就会把这个能力关掉 真的吗 不会关掉啦 好 那请问一下 你怎么会想要做心理智商 其实 在这个部分有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我原本对心理有兴趣 我那时候念传播的时候 我的论文 我第一 就是念研究所的时候 我的论文其实是写 跟荣格心理学有关 去分析文本 去分析神尹少女这个文本 对对对 那后来 后来去 一个是我本来就有兴趣 那另外一个部分 是我那个时候 对于自己未来的生涯 有一些思考 那我那时候是在基金会工作 我发现我比较有兴趣 是我希望我可以做一个专业工作者 然后我可以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 就是这样我玩乐团什么 也会比较方便 所以用这样子的 一定是碰到坏的老板 你想要去分析他们 生活就是看自己 就是在做工作的时候 你会如果当你已经比较清楚 你未来生活希望的样貌 我觉得去找自己的兴趣跟工作 职业会比较容易一点 所以那时候我是这样考虑了 心理资商这个部分 那当然我也有问很多前辈 就说那去念心理资商 他想象跟我原本的想象也不一样 就发现再去买很多书回来看 我大概能我的习惯就是这样 我对一个东西有兴趣 就先买书回来看 确定可以看了 再去做其他资讯的时候 这是最简单最便宜的方法 对最便宜的方法 而且书还可以再卖去读过哪个方法 被你抓到了 太好了 所以就是那个时候这样子之后 发现我对心理资商有兴趣 那刚好我去用推真的方式 也很幸运就进去了 然后是我的第一志愿 那后来去念的时候 念的时候固然辛苦 但是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趣 就是以前我在念传播的时候 虽然我的能力是擅长的 但是有一半的东西我不太喜欢 可是我在念资商的时候 几乎大部分八九成以上的东西 我都是喜欢的 然后有些别人觉得很无趣的事情 我觉得做起来就是很有趣 然后刚好又可以累积我的能力 所以我反而就比较偏向就是 做这件事情很有趣 我才有办法学习 这比较是我的性格 那这八个案型 其实是周慕之他把他经历到这么多 可能过度努力或压力过重的人 的这些把捏成这个八种个案 这个八个个案 但是我觉得比较有趣的地方会是说 他不是只是家长或是一般人看 甚至于企业的比如说人资主管 他其实也应该来看一看 不只是说他可能也是另外一种 过度工作或过度压力的 可能的受害人 而是某种程度他也可以疗愈自己 或者改变他自己的方式去 更了解他的部署 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在想说台湾的职场 是不是大家都很幸福快乐 恐怕未必 一方面当然有原生家庭的问题 那一方面职场也是一个带来压力 很重大的理由原因之一 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不要变成压力 而是一个很快乐的助力 那用鼓励的方法 用什么样激励的方式 让员工能够不断的工作表现好之外 还能够自我提升成长 那有什么比较更好的方法 我觉得说不定看书 或者是拿这本书来看 虽然说 我先跟大家警告 看了书一开始 因为去跑去心理智商师的人 基本上心里都已经有点怪怪的 应该说都有一些伤痕 一定有伤痕 那所以你不是说 哎呀这是什么伤痕文学 还是什么伤痕这种 看了也许心里会同理心的关系 可能会不舒服 或者是你听音乐都听得太悲哀 恐怕这个日子搞不好做梦都会做噩梦 可是我们的目的不在这里 而是你看到后面你怎么转化提升 而把这些案例变成你生活内在的一部分 虽然我们没有经历 可是我们把这个生命真实的历程中 变成我们可以用来吸收学习之外 还可以去帮助别人的能量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在职场或是在学校 我看起来好像要抢你的范围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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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在职场或是在学校 有时候会遇到一个比较大的困难 那就是我们工作是有目标的 在学校也是有目标的 那我觉得身为一个主管身为一个老板 有时候你没有办法不看那些目标 可是在身为员工的状态 他有的时候更重要的是他的状态 而不是在那个目标 这其实最困难的 然后我在这里面书在讲过度努力里面有一段话 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就是在你问你自己表现 每天你都在问你自己表现的好不好 你担心自己表现不好 所以你天天都在问自己 除了你表现的好不好之外 你有没有问过你自己你好不好 你的状态好不好 你有感觉好不好 的确你就会说停下来问好不好 有什么用 重点是目标没有人在管你好不好的 这个世界有时候可能这么严苛 可是就算就是因为这个世界已经这么严苛了 我想你不需要再对自己这么严苛 对 而且你停下来 你不见得不会前进 我跟您讲 我因为最近看了你的书 然后我最近也很多反省跟检讨 所以呢我像前两天跟一位主管 他也是非常过度努力这种形态的人 那我跟他谈的时候 我第一句话就是说你好不好 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很关键 我们先从关心人 我们再来谈事 而不是颠倒过来 甚至于只谈事不谈人 那看来好像我们都变成机器人了 这也真的变得人生无味 所以发心的希望大家拿这本书出来看 文笔非常的精彩 故事的编排 故事的编排 甚至有在这个角色的穿插上面都有精心的巧思在里面 有一些小梗 对 而且很好读 那关键是你一定会有强烈的同理心 那我们因为透过这些书才来告诉我们我们的存活目的 就是为了爱为了帮助大家 当然更重要的是要爱自己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很值得大家看 去网络书店买或者是去图书馆借都没关系 最重要的关键是 我们先要改变我们对自己对家人的态度 不管是沟通或者信念 对不对 那谢谢你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 谢谢大家